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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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回来又用干净的毛巾和清水沐浴我们的佛像 第三 不要把佛像佩戴位于平胸以下的位置 就一定要佩戴在我们平胸以上的位置 第四 佩戴之后不可行污秽之事 也不可做伤天害理的事情 第五 常数碗或者默念对应佛像的经文 第六 不可把佛像放置在厕所浴室等误会之境 好了 只要大家在请佛像和佩戴佛像的时候 注意以上几点就基本上可以了 最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